大家好,这个课开始我给大家讲这个图片色调的一个设置 色调呢就是通常的这个,比如说它的亮度,饱和度,还有它的色相,就是颜色的差值 它的一个变化,就比如说这个图片我嫌它太暗了,我嫌它不够亮,那我设置亮一些,颜色不够深,我加深一下 这个色彩的像素的修改如何完成呢 好,那我们从这个色调的第一个支点,就是这个饱和度开始讲起 就是图片是否圆润,饱满 好,图片的色彩主要由这个色相饱和度,这个明亮度啊,这个决定 那饱和度啊,是说的是这个颜色的鲜艳,丰富的一个程度,是否鲜艳 然后由于拍摄这个场景和相机质量的差别不同呢 相片在这个不同人看来的效果也不同 所以说对于图片的这个像素是否饱满与柔和,也需要我们去做这个动态调整 那我们就根据安卓绘制图片原理,实现饱和度的一个设置 你看,这是我之前的一个效果吧 就是这是原图,50%饱和度 然后这个28,到了28代看这个是不是有点暗了 图片这个不是太圆润,显得特别的灰浅,是不是? 然后到84%是不是特别的颜色,深啊,就是说浅 浅的和这个深的地方特别突出啊,特别鲜明啊,圆润,特别有立体感 是不是?你看这个猫的这个头有立体感 这个看起来是不是特别的平滑啊? 所以说啊,这就不同了 那好,那我们通过这个代码实现如何去实现呢? 这个实现思路是什么呢? 好,就是第一步,还是通过这个画布和创建一个新的BDM5微图 将这个BDM5放在这个Canvas当中 然后利用这个Canvas当中的里面的什么呢? 就是这个Color mixture,矩阵的颜色,这个Color filter,这个过滤器,设置它的什么呢? Durance,然后定义一个这个画笔,修改画笔的什么呢? 颜色过滤器,实现颜色变换,它的属性值 然后将修改完的这个变换值呢,的这个画笔和原图通过Canvas绘制上 然后动态设置,它重复四上四步 如果动态设置呢,那你就重复这四步 好,那我们就是通过代码的实现一下 首先这个布局呢,这个布局我大概之前 在讲课之前我大概布了一下 就是这个里面我们看到的这个目前的这种击重 好,那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这个饱和度 把这个树表先定义出来 是一个ImageView吧 Image 好,这是它的一个进度吧 是一个TexView TexView TexView 然后 这是它的一个饱和度吧 饱和度,饱和度也是TexView 那就是定义的一块 好,这是饱和度的SeekBar 就是动态修改嘛 好,这应该就OK了 其他的我们后面再看 好,那我们把它初始化完成 然后这是它的一个进度 这是饱和度的文字 百分之多少 然后这是它的SeekBar 动态调整的一个进度条 好 动态调整的进度条定义完成之后 那我们首先在这边 是不是也要定义一个全局 定义一个什么呢 Color Color 什么呢 Color这个 拒阵嘛 然后这边 就是饱和度 饱 饱 饱和度 就是说 好 饱和度的 饱和度定义完成之后 它什么意思呢 就是用于 用于颜色变换 颜色变换的矩阵 是不是 颜色变换的矩阵 颜色变换的矩阵 就是安卓 安卓的什么 位图 位图颜色 变换 主要 的 控制器 就这意思 写这 大家应该明白啥意思吧 好 那我们再紧接着定义一个 在此定义一个对象 就是说 因为它四列有多个 所以说我们这里 一个 哦 这样的话 我们把所有的 位图设置的 颜色变换值 设置的 同一个上面去 最终达到一个 这个 像素的一个 整合 好 那我们再定义一个 什么呢 太讨厌了 好 再定义一个 float 一个运算比例吧 就是 宝和 宝和度 宝和度的 什么呢 status 定义这个 主要定义是什么意思呢 那一会儿要运算的一个比例 宝和度的 好 定义好 这个之后 那我们 就是说 再取一个运算比例 就是最大的一个运算比例 max 比如说 这个定义叫 max medal medal 这个 取的是我们的 最合适当中 刚才当中 中间的那个 就是它所取的值 它表示的是运算 运算像素 运算像素和颜色 和颜色 颜色的比例 比例 是最大 最大值 的 二分之一 就是我刚才 我们显示的 效图当中的二分之一 好 那这个时候 我们 sic bar 我们动态调整 动态调整 我们的进度 动态调整 我们的进度 这所谓进度是 是不是 爱 好 动态 这个调整 这个进度是爱 然后 我们 这个时候 拿到这个 饱和度的 mixture 颜色 我们是不是要修改它 修改它 它是什么呢 它等于的 就是 我刚才说的 是一个 要的是一个 float 形 然后就是我们 这一块 就比如 你拉的这个 进度 这个进度 进度 要乘以 乘以1.0 就是乘以 乘以成 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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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除以 让这个 变成 伏 伏 然后再 乘以我们 这个 运散比例 就是百分比的意思 好 这百分比 百分比运散完成之后呢 那我们这一块 就是说 把这个 纸付给它 然后 我们 拿到它之后 我们再用这个 颜色过滤器 颜色过滤器 来设置 我刚才说的什么呢 设置它的 是不是它的 丢人 设置之前 先去把它 reset它一下 然后再把它 重新处置化一下 因为这时候 有可能平凡的拉 平凡的拉的话 你不设置的话 再用的 就值钱的 好 这个时候设置的值 是不是就是它的 我们把这个 运算的值 付给它 好 这就ok了 这就完成 这就完成之后 那我们最后 再是不是要 把这个值 付给 这个 bidmap上 那我们在这 定义一个方法 返回的是一个 bidmap 比如说 叫reset bidmap 好 这是不是 这个 全部矩阵 因为 哦 因为它有三个色彩色调 所以说 我们先把这 reset一下 reset之后 就是说 效果 我们要效果什么呢 效果要叠加吧 所以说 这一块 点 点什么呢 点 open的 点post 点post cont 我们这一块 把什么放进去呢 要把我们的 饱和度吧 饱和度 就是 caller 饱和度 这个给大家放进去 好 这个放进去之后 那我们紧接着 是不是要创建一个bidmap bidmap 为什么要创建一个bidmap呢 因为这个时候 我们要用的就是说 不能修改原图的吧 这时候我们原图是哪个呢 好 我们把原图就是srcbidmap srcbidmap不用多说了 这个肯定是从这个上面获取的 是不是 job 然后 这一块取的就是srcbidmap 点get getdrop 点get 从里面取的这个对象 然后 然后我们再去get get它的bidmap 从这边get 把这个刻号 夹起来强转一下 强转一下 这是我们要得到的 最后再用刻号包裹起来 然后外面再去get它的bidmap 好 得到这个原图之后 得到这个原图之后 那我们是不是要获取的是 原图的 从最终 把这个原图的宽获取上 然后它的高 高获取上 然后bidmap 的格式 设置完这个之后 那我们就是得还得定一个是刚才说的什么呢 画布 把这个画布放进去 画布放进去 这个最终要的还是我们这个bidmap吧 然后最终再用一个画笔 这个画笔是干嘛呢 画笔的话 在这一块主要作用就是说 我们设置这个颜色过滤器 颜色过滤器主要是在它这起的作用 然后它的color 当然它是取消它的取消它的什么呢 它的修编 修编 把这个编 让它更加圆润 抗锯齿 然后最终在这个画笔 画笔里set什么呢 set这个color 颜色color 颜色过滤器 颜色过滤器 然后 等到是mixture它 然后这个 all 把这个全部放进去 因为我这个 饱和度是在这个all里面 因为以后这个all里面还添加其他的 比如说亮度色相等等这里 所以说这一块我们把它放给它 然后得到之后 把画布最终画一个图片 这个图片把这个圆图片画至上 然后偏移量 分别是000 然后把画笔放进去 这时候去不就得到了 retend 是不是这个b啊 好 那我们把这个再给它返回 得到这个bitmap啊 这个时候收will 收will.set 是不是不断在变化 好 那我们这次运行一下看一下 你说不断的修改它这个图片的内容 其实就是它的一个最主要的修复过程 这是正主要修改这个对象 就是这个color mixture 颜色矩阵当中的一个参数 属性就是set during 运算的比例就是说 用你当前的进度 除以它的最大的比例 就是50% 然后就得到了它的这个运算的这个value比例 然后set最终就得到 得到之后 那我们这一块就是说 把它画的这个矩阵叠加之后 然后最终再画的画笔画笔 最后放给画布 好 色调 图片色调 那我们饱和度 我们只做了饱和度吧 看一饱和度 好好 看这颜色是不是出现变化了 是不是 这就完成了吧 好 那好 那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一刻 其实 总结一下 这一刻的主要是不是认识了一下这个color mixture 这个color filter 之前你不做这块 你根本不知道这是干嘛的 是不是 如果这一刻是 是不是认识它就是作为一个图片的颜色变换器啊 set这个丢刃方法的不同值设置 决定了图片饱和度的最终效果 好 这一刻就是我们主要认识的一个图片饱和度的设置 好 那么下一刻主要继续讲这个图片的色调和这个亮度 好 这一刻就讲在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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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